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庭好 她为什么总是不能理解我呢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吴先生 50岁 来自成都工程师 有请 李女士 44岁 来自成都幼儿园园长 有请 李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这基本资料一读就觉得你们不应该站在这儿 幼儿园园长 工程师 结婚也不少年了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她现在和原来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她经常就是出去两三天都不回家 完全回家全是一副那个大男子主义的状态 然后什么事情也不和我商量 从来不估计我的感受 所以这个我是最生气的 您这几天不回家去干嘛去了呀 钓鱼 说是钓鱼经常不回家 但是有一次妈妈来的时候 你都 我给你打电话 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年纪大了 我妈妈都七十几岁了 然后离我们家也比较远 我给她打电话 妈妈本来坐车的时候本来就比较晕车 我就给她打电话就说妈妈来我们家了 她当时在钓鱼 给她打电话 她就说你就照顾呗 你就煮给她吃呗 我说妈妈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你也应该回来 这事情比较特殊 后来我也给她解释几次 她都不接受 什么什么事 那一次正好的话我们也是去钓鱼 钓鱼的话呢 是我事业上的伙伴 然后那一次钓鱼就是我组织的 我发起的 既然是事业上的伙伴更理解了 对不住各位丈母娘来了 但是她原来不是这样的 理论上我是应该回家的 但是 但是 是我发起的 然后我们刚到那地方 丈母娘来了 她又没提前说她要来 如果我突然走的话 肯定是对人家一个不礼貌 第二个不利我开展工作 你原来不是这样的 我是抱着开展工作去的 你原来你就是都会提前给我打电话 你原来钓鱼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两三天不回家 也会给我打个电话 但是现在根本就都是我主动给她打电话 让我心里面怎么想 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妈妈来的时候 她没有回来 我就觉得她就什么都不顾我的感受了 因为我们是做工程项目的 现在是把那个事情要做得多一些 对家里的话 但是原来你钓鱼的时候 你都都会把我带上 为什么现在你就不带我了呢 你这个事情我要说 就不合 我有几次钓鱼带上她 一到半小时她就要跑回家了 我们一起跑几十一百公里 我不可能把你送回去 我再来钓鱼嘛 然后其他的我那些朋友 他老婆孩子都喜欢钓鱼的 他们在一起失落去 他跟我一起去 去一会儿我要回去吧 你把我送回去 两次后来我就不要他去了 你有你的爱好 但是我也有我的爱好 但是我的爱好 因为我们四川那边喜欢打麻将 然后我就 有时候我就利用周末的时间 我就和我的那个同事朋友 打一下麻将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他就说我打晚了 然后他就开心 他就说打麻将打三四点晚上 不是三四点 你还回家呀 您钓鱼两三天不回家呀 这怎么了 他是这样 对啊 他打麻将打了三四点 影响我休息呀 我是在工地上的 他如果是影响我休息 我第二天会影响我安全的 哦那我明白了 就是他最好也别回来了 第二天您上班的时候 他再回家 是这意思吧 也不是 这要打得太晚 不是 您这好几天都不回家了 钓个鱼好几天 人家在外面打个麻将 一夜不归又算什么呢 就是他幼儿园工作 和我那工作性质不一样 我那个就是 如果是精神状态不好的话 是人家会出安全事处的 人家打一通宵 行不行 这次没矛盾了吧 还有一次 主持人我跟你说 他也是早上 教我给他运衣衣服 那会儿也是我们幼儿园 刚刚开学 嗯 因为比较忙 而且我也是幼儿园的一个管理人员 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我亲力亲为去做 你看人多谦虚 园长人就是一管理人员 因为那会儿幼儿园确实刚刚开学 比较忙 事情比较多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搞忘了 就为这个事情 他也 吼我 真的让我受不了 因为那一次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会议 然后我到了早晨起来 他都没给我烫 烫衬衫 不是 会议那么重要 他为什么不是自己运呢 我自己 我昨天晚上12点才回来 12点回来 我弄衣服就运完了呀 我都很累了 我就想叫他给我运 人家也很累啊 他回来再早一些嘛 我还是很辛苦的 还有一个更气人的 最让我觉得最受委屈的就是 他头一天跟我说 他有几个朋友要来 我说好嘛 朋友来了 我们还是很欢迎的 然后我周末的时候 我六点过就起来 一个人去买菜 一个人煮饭 弄了一大桌子菜 伺候他们的那个朋友 这些吃喝 结果呢 朋友走了以后 家里面 那个客厅里面 全是那个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就在躺在那个沙发上 玩手机 刷新闻 从来不帮我 你说我好委屈嘛 我也上班 我也在工作 进来 鞋子 都在买菜 老板 都在家里面 就是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男人把自己的妻子看成是一个打理生活 那么多年过过来习惯的一个熟人 对吧 但是在熟人的背后其实很陌生了 而女性在这个时候可能还在渴望 咱们不说甜蜜如初 对吧 至少你得把我当个人呢 不要把我当成家里一个摆设和进物 对吧 你们听听老师 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来帮助你们来调整一下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件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其实两口子过日子 你说你们俩都在一起过了20年 李总 你们攒这个20万要攒多少年 之前我们那会儿很穷的时候 攒了很久的 现在这几年好一点了 你们孩子多大 22岁了 那给你们的孩子买房子了吗 那我们是女儿 就是本来这个钱就是拿来我给我女儿 准备我们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的 哦 就是你们换一个大个房子 然后一起住是吧 嗯 结果被他给 对 吴大哥 我们经常说大男子主义啊 在新的时代 他应该什么感觉 就是 家里搞不定的天大的事 你能搞定 玩不转的很复杂的关系 你能玩转 结果呢 你看你的这个一上台 对吧 我们都是很谦卑的 你呢 一直守在背着 你有没有发现 比我还值得搞钱 就你在家里啊 就比我还大男子主义 我的衣服 我都自己运 你自己呢 在家里 要搞定家里的大房子的大事 你没搞定 要玩转小舅子的关系 你不能说眼拙吧 判断失误 就玩砸了 你有没有听过那首歌 叫 我不做大哥很多年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 不怕生活尝尽苦水 你呢 看起来工作挺惬意的 衣服还被人运 对吧 然后在家里呢 你自己出去钓鱼了 也没有尝苦水 都没有关心一下 大哥最关键的那句歌词是什么 就是我不做大哥很多年 我害怕冰冷的床颜 懂吗 你再这样下去 你就变成老哥一个了 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你做大哥 对吧 人家是实力造就的 你没能力 你所有事情都整杂 你做什么大哥啊 你忙好自己的太太 忙好自己的孩子 忙好家 你有余力 你多给自己的妹妹 都没问题 是不是 所以最后送你这个歌词 时光不能倒退 真心不能后悔 所以你想想 你的时光 不要都放在钓鱼上 对吧 哪怕你陪太太 打一两次麻将 真心让她感觉到 然后家里的事呢 我现在判断 你不适合操辞了 就看你那几手牌 全打杂的样子 我觉得以后的钱 一定要太太管 你说了不算 放掉大男主义 不再做大哥 好不好 好 谢谢栗子 来 四季老师 我一直有观点 就做人啊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都不能飘 你现在呢 真是有点飘 我看到你呢 我倒没想起歌词 我想起另外一首唐诗来 叫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是孟娇啊 四十六岁 中进士的时候写的 她那个时候 中进士要在 长安的大街上游街 整个长安所有的 漂亮姑娘都来看 啊 谁中了进士 她坐马上特别开心 叫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看的就是那些 长安的姑娘 我后来想 她在看长安姑娘的时候 她老婆在干嘛呢 那个陪了她几十年 寒窗苦读的 那个老婆在哪呢 她就去看尽长安花了 每一个人的心理地位 她一定是随着 她的财富啊 事业啊 各方面发生变化的 她是一定的 问题在于一个人 能不能守住这样的变化 就我们富贵的时候 我不是说要 一苦思甜嘛 至少要想一想 当年是谁跟我过的苦日子嘛 那现在好了之后 也不是说我把钱拿回家就好了嘛 当年过苦日子的时候 两个人是怎么情感支撑的 今天我们有了钱 我们就不需要情感支撑了吗 你老婆做园长 园长很辛苦啊 她有没有什么工作上的困难 委屈的事情 你有关心过她吗 我给你的真正的建议 真的不是说 啊我们现在富裕了 你看我钱也回来了 你看我现在的身份地位 怎么样 交流 精神的支撑 呵护更加 比以前更加加倍的呵护 这才是你厉害的地方吗 这才是你春风得意的地方吗 最后一点 利益输送 不管是给妹妹也好 给她弟弟也好 但凡是给你们家庭之外的利益输送 一定要经过配偶的同意 否则就是侵害共同财产 好好想想 好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琦老师 他们俩 跟我爸我妈一模一样 你们在说他的时候 总觉得在说我爸 就像他说 家里面来客人来朋友了 然后呢 朋友全走了 他往沙发上一躺 然后你看收拾 我们家也是一样的 我爸来了一帮朋友 兄弟什么的全来了 然后所有的全都喝完 一走 我爸上楼了 我妈一人 那么大的家 收拾完桌子收拾客厅 我妈也骂 也抱怨 同样的 我爸爸下面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弟弟妹妹出现了任何的情况 我叔叔和姑姑 有任何的家里面需要帮助 我爸二话不说 也不会跟我妈第一时间打招呼 帮完了以后 再跟我妈说 我帮了弟弟妹妹干了什么事 然后我就替我妈跟我爸沟通过这个事 我爸给的理由是什么 我是一家之主 我没有不尊重你妈 我是一家之主 我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做这个决定 我先做了决定 我再告诉他 我曾经跟他争论过这个事 但是他给我的理由是 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他就该听我的 这个我们可能年轻人看来是不对的 这就是不尊重 可是在他们那一辈人当中 他们的研习下来的婚姻模式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包括说到这个 钓鱼的问题 就是活自己嘛 我爸爸也是 他有自己的一大堆的业余爱好 他经常活自己 不管我和我妈 可是这不是代表他不爱我们 不是代表他不关心我们 他只是在这个事业的压力之下 他需要有一个放松自己的环境和空间 这是我为 像我爸爸这样的男人辩解的一句 但是出现了一件什么事 我爸爸前几年生病了 癌症 然后 我妈妈那么抱怨 那么埋怨 但是在我爸爸生病 我妈从头至尾 寸步不离 最难的是 他要换那个灶漏袋 那么脏 那么 就是 我都看不下去 我妈妈一点没有退缩 跟着护士一遍一遍一遍地学 我妈是一个特别胆小 害怕血的人 但是换那个东西是 天天要面对暴露在外的肠子 所以他一遍一遍跟护士学 怎么能让我爸不疼 怎么能把这个灶漏袋 马上瞬间贴好 不让他受罪 然后保护好他所有的自尊 面子 全部 帮他把衣服整理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就是在 这些事和这些点上 看到了 可能我们上一代 婚姻的状态 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劝我妈 我说这样的婚姻模式和这样的习惯是改变不了的了 我说那不如转变自己 怎么转变 我们也让自己快乐起来 从另外的一个渠道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天气的话 那我们就享受一缩烟与任平生的气定神弦啊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 我们就享受采取东篱下的悠然自得 后来我妈就想通了 然后再加上我爸一病 他很多事情就看了开了 所以我觉得 可能对于这一代人的婚姻来说 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思维模式去 硬让你们接受和理解 但是如果接受不了 理解不了 我们就想办法改变自己现在的现状 生活才会发生转变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三个问题最后来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走不动了 谁会伺候你 老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走不动了 你会要谁伺候你 老婆 如果有一天你老婆走不动了 你也走不动了 你怎么办 子女 如果有一天你走不动了 你会让人家伺候你 老公 她会吗 肯定我要教她 一个连衣服都不愿意运的人 她会吗 肯定我要教她 也就是说 你其实也相信 她不会做 对吧 她有些不会做 有些不会做 她不会做 是吧 我们俩这个不会不要有歧义啊 我这个会是愿不愿意的意思 她愿不愿意给你做 她愿意 但是在她愿意的前提下 其实她是能力不及 对吗 是这意思吗 是的 多现实啊 那如果你们两口子都不能动了 怎么办 金养老院 所以我有时候就说 同样的答案 她是理直气壮 我老婆 我老婆 压根就没有怀疑过说 其实有她老婆做不到 你和你老婆都不行 怎么样 我闺女 我们再看女性的回答 谁啊 我老公 她会吗 她不会我交叉 就在她心里 她觉得 你压根儿 在她最难的时候 也许你就跑了 她说 我们俩都不行了 就怎么办 她说我们金养老院 你自己评评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大哥 至少在你们这个家 这个女性比你的境界 要高了 因为她更多的 不是想自己 她都在想别人 她其实没有信心 你会照顾她 因为她说的是 我会交 敬畏婚姻 中年夫妻 敬畏婚姻 给彼此留点颜面 别太得意了 别太飘 接下来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谢谢两妹啊 请回请回请回 来吧 看这对夫妻怎么选择 请开门 来来来来站在中间 我响应 我响应 抱一抱抱一抱 我们拍一下 对抱抱拥抱 好好抱 好好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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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闺蜜后面越来越过分 可是她还是向着她闺蜜 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她总是把我闺蜜想得很坏 我夹在她们两个中间也很为难 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淮 23岁来自澄庆 销售 有请小淮 女嘉宾小新 22岁来自澄庆 自由职业者 有请小新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听说是一见钟情在一起的是吧 是的 在什么场合一见钟情的呀 就是在我们公司楼下个餐厅 当时我们同事跟我说 后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 然后我就去看一下她 我就心动了 然后呢 然后后面还是我自己一个人 主动过去找她拿点联系方式 怎么去拿点联系方式呢 去跟她搭讪呗 就是美女也加个微信呗 真给了 没有 当时我跟我闺蜜一起的 然后闺蜜说给她吧给她吧 还是你要给的 闺蜜说她看起来挺老实的 老实孩子敢问人要微信 行 就给了 给了之后呢 就是说我就在微信上面 一直跟她联系嘛 然后后面没过多久 咱们就在一起了 应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微信里坠了一个多月 就在一起了 对对 在一起现在有多久 一年多了 今天是因为为闺蜜而来 是吧 对 就是平时她闺蜜 跟她关系太要好了 就是好到一种程度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她约会吧 嗯 她闺蜜总像个电动拍 在旁边 她也不是每次都去吧 就那段时间 她失业了嘛 挺无聊的 然后她希望我带着她玩呗 呀 你的心可真大 姑娘啊 希望咱往下听啊 然后每次约会就是 就特别尴尬过去的 吃饭 还有什么买些饮料的钱 就是我来付吧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 前面就聊的热火朝天 哎 我在后面就 左手钉帮 右手 加衣服这些 就像个小跟班一样的 还是 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 不是我想 我们两个女生 一般都说一些女生的话题 你插头上嘴很正常 不是我跟你的约会啊 这是 不是你跟你的姐妹聚会啊 你信息都变了 你这个 一开始我还能理解啊 因为毕竟是这么搭讪来的 对吧 有一个闺蜜陪着 是为了保护 后面这事 我也不太理解了 像除了这个 你们约会她去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开心的 就是我们 不是在一起一年多了吧 就是我想跟她用那个情侣头像 但是她跟她那个闺蜜嘛 一直用的是那个姐妹头像 然后我说 咱们改一下那个情侣头像呗 她说行啊 改了之后没过几天 她闺蜜就电话里面说 哎 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们那个姐妹感情呢 你又有男朋友过后 你又换头像怎么样的 然后后面她又把头像给换回去 不就一个头像吗 还是姐妹头像 哎呀 这个闺蜜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很重 是吧 这么听下来 对 等于现在你的头像还是闺蜜头像 是吧 嗯 就之前我们有一次 我跟她 还有她闺蜜 还有几个朋友 就我们一起去成都啊 就我当时订了房间室 就是我跟她一见 她闺蜜一见 三天大半夜了 她闺蜜就像个神经病一样 我跟她已经睡着了 一直在敲门 她说她害怕 然后我跟她就陪她闺蜜 玩了一晚上扑克牌 不是 你就去她闺蜜房间睡了不就得了吗 把房子让出来吗 我觉得我是她男朋友对不对 我闺蜜她一个小女生 她胆子很小的 以前我跟她去玩的时候 我们都是睡一起的 然后 去宾馆的话 还要把那个电视开一晚上 就是不光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就不敢自己睡呗 对 她为什么不找个男朋友呢 没找着嘛 行 就这样了吧 我跟她说她是一个特别双标的人 非常偏袒的闺蜜 之前吧 之前 她喜欢平时拍了个汉服的照片 然后她说她要给她闺蜜出去拍汉服 我知道了 我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跟她说 我她就跟她闺蜜说 她闺蜜说不行 我就很纳闷了 凭什么我跟你约会对吧 你闺蜜也来呀 我也没让你闺蜜不要来呀 当时我闺蜜想的是 我们台汉服是跟一群 汉服圈的人一起去的 然后你又不懂汉服 你去的话 可能会忽略你 然后跟你聊什么 你也不感兴趣 然后你也插不上话 这是你闺蜜说的吗 我闺蜜也是为她着想的 这是你闺蜜想的不是你想的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哦 还有别的门孩子双标 就逛山场 你跟她逛街 对 然后就是走到途中的时候 她闺蜜打了个电话进来 就问她在干嘛 然后她说逛街 她闺蜜来 她马上就那种小开心的那感觉 还有点 然后后面 我们就在山场里面 就等她闺蜜 等了一个百小时 但我就想问 就像我之前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叫你五点钟等我 就因为当天的时候 我因为公司有点事 就延迟了一个小时 她说 哎我先走了 凭什么你等你闺蜜 可以等一个多小时 你等我 却不行 我闺蜜是坐地铁来的 我算得上时间刚好一个小时 我等你的那天 我等了你半个小时 我在你公司楼下 我当时是低血糖嘛 就是不吃饭会晕的 这个 我这么一琢磨 还有点意思啊 就你跟你闺蜜 从这男生不适应 查雷有一个灯泡 到现在她不仅适应了 还吃醋 你们发现了吗 她在把她自己 和你闺蜜做比较啊 我问你一个 她讨厌的问题啊 你闺蜜和你男朋友 掉到水里 你先救谁 什么叫我先救谁 我也不会游泳啊 不是 你手里面 有一个救生圈 你在岸上 你把救生圈扔给谁 他们两个相对的 是我闺蜜要弱一点 她一个女孩子 而且个子也不高 你会游泳吗 不会啊 完了你 开玩笑 开玩笑啊 行了小伙子 我大概有一个脉络清晰了啊 你可以接着往下吐槽了 就是她闺蜜吧 她闺蜜 还有就是 故意调拨我们这些关系 怎么调拨呢 就是有一次 我当时我很清晰地记得 当时我跟她第一次 就是约会在电影院 你说好巧不巧 看电影的时候 她闺蜜也就是受伤了 就把她叫走了 我当时陪我闺蜜去医院了呀 她受伤了 我不得陪着她呀 那我要跟你去看电影 我能看得安心吗 不是 你闺蜜受多大的伤 就是脚崴了一下 脚崴了一下 她自己不就去医院了吗 所以我就感觉到 闺蜜就是在故意的 搞破坏 就是我 她没看去 就是她闺蜜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对吧 她就也不想让我们两个去看电影 她是按照什么心仰我就想问 那我们不知道啊 就是这还有其他的现象吗 拿出来都听 我们都听完以后 我们猜一猜 现在一个太孤立了 而且就是我们就是 因为看电影这个事吧 逃了一架 然后后面来我就是 作为蓝芳 我还是主动提出了道歉 然后我就约她出来吃饭 就当天晚上的时候 她见到我的时候 她都突然就变得特别的冷 为啥 就是那天我闺蜜跟我说 她去找我闺蜜了 她的我闺蜜离我远一点 不是她找你闺蜜没毛病啊 我们俩谈恋爱 你老子能爱什么事啊 没毛病啊 你应该很高兴啊 我高兴啥呀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闺蜜差点跟我绝交了 我现在联想那个先救闺蜜 我也能理解了 不是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去找过她闺蜜 而且在生活中 我根本没有跟她闺蜜的联系方式 没找过 对 你平时就对她态度就不好 你没找过她 你说没找过就没找过 不是我就对她态度不好 不是应该的吗 你看她在你的面前 说过我的好话吗 一开始说过呀 那后面来 之前主持人我跟你说 后面你老吵她呀 老跟她吵 就是之前我跟你说主持人 就我当时看到她手机消息嘛 就是想了我就看了一下 就看到闺蜜说句什么话 她说你男朋友 你怎么这么强 当然我就觉得挺纳闷的 我说你一个闺蜜 就说什么话在说些 然后我会把她手机拿过来看 那个聊天记录 我就发现原来前几次 我跟她老矛盾的时候 她闺蜜就一直在旁边 劝分不劝何大总 我当时跟你吵了架 我肯定心情不好啊 然后我就跟她 诉苦了一下 然后她就 帮我一起吐槽了一下 你然后吐槽完了 可能我就发现完了 就开心了 就舒服了 然后最后我们不是 还是和好了吗 不是你你吐槽我 你答应我吗 小伙子问你呢 你在意她吗 在意 啊在意在意在意 你闺蜜在意她吗 我闺蜜其实挺想跟我们 融洽的相处的 但是你们老是有一些矛盾 她闺蜜就是做的最过分的 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天她生日 头天的时候我跟公司请假 为了就陪她过一个好的生日 准备她去游乐园玩 结果她闺蜜 我不知道又发什么神经病 然后说哎我心情不好 就咱们去喝酒吧 就叫她去喝酒 然后晚上八点过的时候 我又吹槽说 你早点回来别玩太晚 十点过的时候 我又打电话吹槽 我说你早点回来别玩太晚 直到十二点的时候 我真的太担心她了 因为酒吧 我两个女生 我特别担心她 所以我就说哎我过来找你吧 后面她把弟子告诉我 我就过去找她们 就发现她们两个 在个酒吧的门口坐着 然后说后面 把她闺蜜送回去 结果把她闺蜜送到 她们家门口的时候 她闺蜜抱着她哭 说她就让我很气愤的话 她以后我要是找男朋友 如果不能接受我闺蜜的 我一定跟这种臭男人分手 我当时心里面在想 这不就是只撒骂槐吗 当时我没有发作 我也没有发火 我知道你明天生日 我不想在你面前 有任何的情绪 哎呀委屈死了这小伙子 我跟她没谈恋爱之前嘛 我闺蜜就说 要找一个人 接受闺蜜的男朋友 她这个想法 你接受吗 我接受啊 还想接着谈下去吗 想 未来的生活 就是有这么一个闺蜜 你横在这儿 还要谈下去吗 我会 接受不了 我问的其实问题很简单 就是我们都会有 自己的朋友圈子对吧 当你的朋友影响到 你爱情的时候 你选择爱情 还是选择朋友 这两个我觉得 现实就是很冲突 你闺蜜看不上她 她看不上你闺蜜 请选一个 我觉得她把我闺蜜 当成那种敌人了 我们现在不是在 谈一个幻想状态 说当友情和爱情 出现冲突的时候 怎么办 现实就是这样 你们的友情和爱情 之间出现了冲突 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你的男朋友 还是选择你的闺蜜 我觉得我是 愿意相信你的 但是我闺蜜跟我十多年的感情 你觉得真的有一个闺蜜 天天劝自己 闺蜜跟自己男朋友分手的吗 她说你闺蜜啊 我觉得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你知道吧 我很多次想 当着你的面具说的 当时我估计你的感受 我很多次都没有说出来 你知道不 当时我问你 为什么你到了现在 你还要偏袒她 你又不能跟我 一点多的信任吗 我感觉你全都是信你闺蜜 我觉得你 我没听出来 这姑娘不信你 因为每次做什么事 她都是偏了闺蜜来 就是我好委屈啊 为什么我们的爱情当中 有一个友情 让我那么不舒服 是这意思吧 是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卷 刚才这个男孩 就是最后带着哭腔 说这段话 我觉得其实特别心疼啊 但是 我就很奇怪地 看这个女孩 她没有太多起伏 就好像是一个陌生的人 在讲述 一段跟她毫无关系的事情 所以姑娘 我特别建议你 今天在这个场上 好好厘清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个男孩 什么是爱情 我觉得爱情就是互相之间 可以把对方当成是 最重要的那个人 无论你遇到了开心的事 还是不开心的事 首先你会想跟她分享 但你说 哎呀我这闺蜜 从小玩到大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 她就是我的好姐妹 我就觉得 友情比爱情更重要 那我觉得今天 你不妨在这狠狠心 咱也别耽误这男孩 因为她确实值得 更好的爱情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李总 姑娘就是 如果让你 跟你们俩的爱情 满分十分 打个分的话 你打多少分 八分吧 那么论你和你闺蜜的感情 你打多少分 也是八分 但是实际上 你在做的每件事里边 你的闺蜜的打分 都比她高 一个词叫做稀缺自缘 你的稀缺自缘给了谁 你给谁打分就高 比如说你的微信头像 那就是稀缺自缘 理解吗 你仅有的一个 面对所有的你的朋友 亲戚 外人 接触的一个第一印象 你明显最后 闺蜜生啊 你的生日 也是稀缺自缘 你们大家一起出去玩 这也是稀缺自缘 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感觉 你的闺蜜 应该八分到九分 但是如果她 大概腰斩一下吧 四分左右 而且即使这样 我觉得你 别说对她不公平 你对你的闺蜜 也不公平 因为在他们俩 这场争斗中 你是中间那个受益者 你丝毫没有觉得痛 如果你真的爱她 她痛的时候 你要心跟着痛 你才是爱她 如果你真的爱你闺蜜 你的闺蜜的心痛的时候 你也痛 你才真的是爱闺蜜 但是实际上 你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 在伤害两边 都爱你的人 我也不觉得 你闺蜜有多坏 十几年的感情 对吧 她也说 她开始还是支持这个男孩 但是你自己 没有条理好说 在我的生命中 无论如何 未来可能跟我结婚的这个人 她至少应该占六七成吧 你尽管是我的闺蜜 我们从小长大 我们的友情 在我的生命中 应该占三四成吧 如果你都摆好了这个东西 两个人就不会争 谁是百分之五十一 而你甚至在中间 冷漠地 看着两个人 在去争要你自己 而你很享受 这种折磨 两个你爱的人的 这种感觉 小伙子我跟你说 教你一招 你去找三个男闺蜜 天天喝酒 就是不理她 如果这么整两个月 她哭爹喊将来说 哎呀你陪陪我吧 我们过过二人世界吧 我觉得你们的感情 还有机会 还可能还值得维系下去 如果那个时候 她还跟她的闺蜜 继续去 过那边的世界 我觉得你就明白了 你在她的心里边 就是气如臂力 说得好说得好 来来来陆琪老师 这个题啊 我可能跟她意见不太一样 我最大的疑惑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可以承认 就要搞明白了 杜的问题啊 我可以把友情 放在第一序列 没问题 我的情感连接 第一序列是友情 可是你不能有了爱情 你要站着爱情 却不管爱情啊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 在她男友和她闺蜜 出现的时候 根本压根 她男友没有任何 一丝一毫的机会 就是完全置之她不顾 不考虑她任何的感受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 选择题和比轻重的问题 是她压根 连参赛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姑娘 你让我们觉得 最可气最可怕的地方 就你如果不爱 你如果觉得友情重要 好你说清楚 我现在不需要爱情 可你不能站着这个坑 然后置之不顾 不管吧 所以这是大家会觉得 不正常和觉得 不理解的地方和点 而且换句话说 你以为就全天下 只有你一个人有闺蜜吗 我们都没闺蜜是吗 我们接触了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朋友 没有任何一个女生的闺蜜 是做到这样的程度 你们的世界还不够开阔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怕 就是说这个两套说辞的这件事 她说她没去找你闺蜜 你闺蜜说她去找她了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 如果是她撒谎 我觉得不可怕 因为她撒谎的话 是她去找了你闺蜜 这是正常的 因为她要维持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但如果是你闺蜜撒谎的话 你闺蜜人面有问题 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样的闺蜜你敢放在身边吗 我觉得都不要提闺蜜这两个字 是在玷污闺蜜这个词儿 她有真正的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过吗 她的目的就是 你只需有友情 不可以有爱情 我为你以后不嫁人 不结婚了吗 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感情 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感情 没有问题 但是人要厚道 厚道在于 既然你同时选择了她 你要对她也负责任 闺蜜陪你哭 陪你笑 陪你闹 没问题 闺蜜真正的朋友是什么 随叫随到 你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打扰你 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 但只要你需要我 我会随叫随到 闺蜜是什么 闺蜜是就算你有了男朋友 冷落了她 她也会为你鼓掌叫好 因为希望你幸福 闺蜜是什么 闺蜜是 她知道你所有一切的丑事 但是绝对不会在外人面前 把你这些丑事暴露出来 因为她要维护你的面子 她知道你所有得意的事情 但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 会泼你冷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朋友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朋友 会做到像你的朋友 这样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好好想一想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我只提醒男孩一点 爱情就两个字 改变 什么叫改变 过去是打手游 不打难受 现在是我要 这个时候我要不跟他说一个 我好想你我难受 其实我觉得爱情 你不管在哪个世界到什么时候 爱情最早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吧 我其实在这一段关系里面 让我一直流汗的就是 似乎我没有看到这个女孩 爱上这个男孩的那个改变 两种理解 一种是你性格比较淡然 还有一种 或许这个男生真的不适合你 这段话对你同样有用 你以前看到一个女孩长得好看 赶上去要微信吗 不论 女孩 这就是改变 因为爱 我变得有勇气 对吗 还是那句话 你介意 未来看电影的时候 你的女朋友坐在中间 左手是友情 右手是爱情吗 建议 你介意 在未来的生活里面 做很多事情 你永远要跟你女朋友的好朋友 来比这件事 你介意吗 要问您一个问题 现阶段 只能在爱情和友情里面 选一个第一位和第二位 第一位排什么 我觉得第一位 还是闺蜜吧 了然了嘛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